全球通膨高居数十年来高峰 不少投资人原以为黄金是抗通膨的投资组合 没想到今年以来黄金已经下跌5.5% 其中黄金期货7月以来已经下跌超过4% 外界预期金价月限7月将连四黑 成为2020年11月以来的最长颓势 金价21号一度跌到每两1680.99美元 跌破1700美元的整数关卡 创下2021年3月以来新低 虽然之后因为美国公债值利率趋缓反弹 但还是在接近1700美元关卡的地方徘徊 美国联整会升息对抗通膨 推升公债值利率带动美元上扬 公债价格比较稳定 还有黄金所没有的稳定配息 而升息拉抬美元会导致以美元买黄金的成本升高 两个不利因素夹击造成金价的弱势表现 其他贵金属除了白金之外 25号也全部收低 其中现货8金以1.40%跌 白银则下跌了0.8% 另一方面近几个月来跌不停的同价 上周创下三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本周更进一步扩大涨幅 开始出现反弹迹象 虽然目前还是和今年三月的历史高点相比 跌了30%左右 接近20个月低点 但分析认为同有结构性的供不应酬现象 绿电需求也将有助于同需求 预期明年同价将逐渐复苏 华语新闻林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